4年前,唐维嫁给了韩国导演金太勇。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,2010年,两人因电影《晚秋节缘》。 2013年,在韩国拍广告期间的唐维与金太勇再次相逢,后发展成为恋人。 并于2014年低调晚婚,4年前,唐维嫁给了韩国导演金太勇。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,2010年,两人因电影《晚秋节缘》。 2013年,在韩国拍广告期间的唐维与金太勇再次相逢,后发展成为恋人。 并于2014年低调晚婚,因为女神嫁给了一位相貌平平的韩国导演。 不少粉丝网友都表示不太理解,毕竟很多人都认为凭借唐维出众的气质和独特的魅力,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男人。 虽然不太理解这个更好,有什么特殊的定义? 婚后的两人生活低调又平静,很少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。 直到2016年,唐维在朋友圈宣布怀孕,并且在同年的8月25日, 在香港产下女儿Sama,宝宝出生两年,从未露面,然后就在昨天,唐维竟然颇天荒地晒了一组女儿和老公的照片,定位是在墨尔本,应该是一家三口去度假了。 就算是唐维首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公布老公金泰勇和孩子合影。 下面这张照片中,女儿Sama数着小辫子,头发上还插着一朵小花儿,从这个角度看,怕嘟嘟的小脸和长长的眼睫毛,账相肯定也是十分可爱的。 第二张照片上,妇女两个,站在海边,Sama骑在爸爸的身上,眺望远方。 虽然很多网友还是对金泰勇的颜值耿耿于怀,甚至还有人评论说像王逊,但是整体看来,这幅画面是相当有ID。 最后,唐维还不忘了一张,一家三口的大合照,大家在沙滩上,三只角合在一起,实在是太温馨了。 记得当年,有不少赤瓜群众,都不太看好这段快活恋情,不过现在低调的两口子,还是把这份幸福默默跟人下去了。 连属于两人爱情结晶的公主也单身两年,唐维在用自己的幸福,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。 祝福他为,希望未来一切都好。